头条当然是大家高关注的 究竟为什么东京雨田机场会发生重大撞击意外 调查在今天开始启动 调查目前呈现一个两极化的说法 正在降落的日本航空客机 跟一个运送救灾物资的海上保安厅飞机相撞 于是爆炸起火燃烧 在调查的时候 塔台坚持当时是让日航飞机准雨进场 而通知保安厅的飞机必须在跑道外等候 而这个保安厅的飞机 五名机组员全数罹难 但是机长重伤获救 而调查机长他的说法是 他明确的听到塔台通知他可以准备飞行 因此这个调查现在陷入了各说各话 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怎么样搜集被烧毁的机身残骸 进一步的来做科学鉴定 东京雨天机场撞击事故隔天一早 日本警事厅以业务过失至死嫌疑展开调查 派出30人到飞机残骸现场进行采样 这起航空事故发生在日本时间2号晚上6点左右 一架从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出发的日本航空516次航班 在降落雨天机场C跑道没多久后 和一架开进跑道的海上保安厅固定翼飞机相撞 瞬间起火 日航乘客拍下降落后的惊悚画面 窗外烟雾弥漫冒出火光 浓烟更迅速灌入机内 根据日本航空机上共379名乘客 全数经由逃生滑梯避难平安脱困 当中14人因为撞伤和身体不适接受检查 另一架海上保安厅飞机的6名机组员 有5人不幸遗难 一名机长生还 当时他们正准备要执行运送地震救灾物资到新系的任务 日本国土交通省航空局当晚紧急召开记者会 但面对多个提问 官员以事故极为重大为由 表示不便轻易回应 根据国土交通省相关人士 当时塔台对日航飞机下达进入跑道许可 同时只是海保厅的飞机在跑道外等待 通常あり得ないですから 何でという感じですね 官政の指示を従わなかったか 活動の手前全部停止船があるの その停止船で待機を目指でられているはずなんですね 待機をして もしかしたら降りてくる飛行機があるから 待ってねってつける場合はありますから それを聞き逃がしたか 而根据相关人士 身負重傷但意識清楚的机長表示 确实有取得塔台下达起飞的许可 不过航空专家这么看 例えば滑船路に入る時は 降りてくる飛行機ないか それとも前に降りたらまだ滑船路にないかとか 見るんですよね 完成感がいいって言ったから 入るじゃなくて 実際に大丈夫かなと思う 事法後 雨田機場共四個跑道随即封閉 一直到当晚九点半 除了C跑道外 其他三条跑道重新開放 並以国际線航班起降为主 由于适逢過完新年的反攻潮 雨田機場在三号一早 用線大批等着搭機返回工作岗位的国内線旅客 合計至少取消100架航班 約影響19000人的出行 新千歳機場的航班也受到影響 同样是旅客大排長龙 雨田機場航班取消数字持續增加 讓不少人轉往成田機場搭機 或是改搭路面的新幹線 新幹線在撞機事故發生後 加開臨時列車異議 但三日一早的東京車站 也是擁擠混亂 往市區方向 包括東海道新幹線 对号座位几乎客滿 上月新幹線自由座的搭乘率 靠近JR小舱车站的商店街 传出火警 您看到濃濃的濃烟和烈焰不斷地从建筑物中间窜出 足足烧了两个小时后 火势依旧非常猛烈 压不住 那么当时呢 没有传出受伤的消息 而警方必须持续调查 那么有没有人后续受困火场 起火点是有一个雨艇迎天街 商店里面的一间餐厅 当时餐厅里面十多名客人顺利逃生 而在救火的时候 台北时间今天下午 派出了20多辆消防车 努力扑灭 希望先阻止火势蔓延 这个商店街在1951年就创设了 所以起火燃烧的都是属于年代老旧的建筑